新竹县穹林乡唯一议席的县议员办理缺额补选 那么国民党陈兴宏以4000多票高票当选 县长杨文科今天颁发了当选证书 那么陈兴宏是表示未来要解决穹林塞出问题 也要争取建制U-Bike的站点来促进地方发展 县长杨文科以选委会主委身份颁发当选证书 给穹林乡补选县议员当选人陈兴宏 6月17号张嘴行宣誓就职 我想陈兴宏议员他过去担任过副主席 表现非常的优秀 那这一次得到乡亲的支持 以绝大多数超过这个很悬殊的票数 赢了这一次的选战 表示他平常正通人和很得人员 所以而且服务非常热忱 所以得到大家的支持当选议员 我们也希望未来穹林乡在乡长议员 大家合作之下 让穹林乡的建设更多更进步 前议员因案被解职 6月1号选委会办理缺额补选 国民党陈兴宏以4,480票 两倍票数 因过五党级彭信康2178票胜选 陈兴宏表示 穹林乡位储逐县中心位置 对外交通尤其重要 上任首要任务要协助解决复林路 及文德路永泽问题 并争取经费成立免费巴士 建置U-Bike站点 促进地方快速发展 我首要我会把U-Bike 先把它的站点经费 先把它找好 我们穹林乡位在新竹县的大黄区 这个部分也一直一直 也是我们的乡亲一直期待的事情 还有免费供车的事情 我也会搭配幸福小黄 还有台湾好心 甚至新竹客运 我们也会再努力了来 把我们的交通网串联闹 获选民支持 成为丛林乡唯一一席县议员 陈兴宏未来还要逐步提升 自来水与天然瓦斯普及率 让民众生活更便利 请不吝点赞